要是你一个好消息 我从今天开始已经学极星伴奏 哎呦什么 我的天哪 你可别吓我 你刚学钢琴你就学极星伴奏 那好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什么叫极星伴奏 你给我讲一下 什么叫极星伴奏 呃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们老师就是把那个 呃简谱给我们放跟前 然后告诉我们右手怎么弹 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左手怎么弹 这合一块就叫极星伴奏 啊或者是右手他给我们一简谱 然后左手让我们自己配 这就叫极星伴奏 你确定那个就叫极星伴奏 那杨老师什么叫极星伴奏呢 啊我们新手小白 到底适不适合学习极星伴奏呢 好那你今天既然问了这个问题了啊 咱们就来聊聊什么是极星伴奏啊 新手小白适不适合学极星伴奏 到什么程度啊需要什么条件 才能开始学习极星伴奏啊 好那下面呢我用举例的方法啊 直观的告诉你什么叫极星伴奏啊 大家都听过我和你那首歌吧 刘欢唱的啊 那咱现在呢啊就来一个极星伴奏啊 这个就是简单的极星伴奏啊 就是我来唱旋律啊 钢琴只负责啊配合弦啊伴奏啊 这就叫极星伴奏 那什么是极星演奏啊 我还是用这首曲子来告诉你啊 还是先看啊 这叫极星演奏 极星演奏就是啊 左手还弹他的伴奏 右手啊 不是我来唱旋律了 而是我右手弹旋律 这叫极星演奏 什么叫极星改编啊 还是用这首曲子来说话啊 这样你好区分 这叫极星改编啊 就是我啊 弹的和原曲不一样 我加入了我喜欢的东西 比如把注视和弦打散了啊 然后用legato的分解和弦弹出来 这叫极星改编啊 所以大家啊 你学极星伴奏 你首先得明白什么叫极星伴奏啊 极星伴奏是没有旋律的 不是给你一个谱啊 还是简谱 你右手照着弹完了 然后告诉你左手敲什么啊 这就是极星伴奏 玩去 百分之百不是啊 那第二呢 就是极星伴奏到底是不是和新手小白谈啊 我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谈啊 你就跟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爬还爬不利路呢 你就让他跑啊 就像这个盖楼你连地基都不打就往上盖 是一个道理呢 可能吗 不可能啊 那极星伴奏是啊 你有了一定的啊 耳朵基础啊 手指基础啊 还有乐理基础之后啊 具备这些条件之后 你才能去上手学习的东西啊 绝不是新手小白啊 上来就能玩的啊 那第三点啊 这个极星伴奏需要具备什么啊 样的程度啊 才可以学极星伴奏 刚才其实已经简单提到了啊 要具备试唱链的能力 什么叫试唱链的能力 比如我听到过火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是吧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你听到了能弹出来 这就要具备了耳朵的能力啊 或者说你 你弹不出来也没关系 你起码能磨唱出来啊 这个耳朵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啊 你才能说是 极星伴奏啊 这光是耳朵 那第二乐理知识 还是刚才的啊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啊 怎么配的 你要具备左手的编配能力啊 也就是你要有乐理知识 你要知道啊 这是什么调的啊 这个调的主和弦 鼠和弦 下鼠和弦 六级和弦啊 还有它的转调啊 是什么 你才能去上手去说啊 学极星伴奏啊 那第三个啊 就是你要具备手指的能力 也就是钢琴的基础 他能至少练完前二十条吧 五九九至少学到中间那儿吧 啊 你才能啊 有了一定的手指基础之后啊 你起码知道怎么落奏啊 啊 怎么断奏啊 怎么连奏里嘎托啊 你才能去弹 才能去学极星伴奏啊 所以说啊 真的不是给你一个谱子 还是简谱 你照着敲啊 左手照着弹 那就是极星伴奏了 那百分之百不是啊 我的天哪 原来我被忽悠了 信天我来问你了 严老师 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 好吧 那我听您的啊 先把耳朵的基础啊 手指的基础 还有这个阅历的基础搞上去 然后我再来跟您学极星伴奏 好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啊 我还是这个人啊 从来不说你爱听的 只说正确的东西啊 因为这样啊 才有助于你成长啊 好 学习钢琴 关注我 不走弯路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